今天中午人气话题带您来看到 花博开放莫德纳疫苗随到随打 今天进入第二天 碰上了本土个案一人确诊 不少人一大早就来排队 到了11点左右 已经有超过200位民众完成了接种 比前一天上午人还多 打气稍微有提升 但距离目标500位仍然是有差距的 打气仍然不如预期 还有许多人是因为台北车站人太多 才选择到花博接种 台北市长柯文哲直言 对北车的局面不以为然 为了100块礼券才来施打 仍然不赞成这种促销活动 北市花博施打站 随到随打莫德纳第二天 早上9点一到 有路超过百人接种 还有人提早半小时来排队 民众急着来打 难道是因为担心 中原院批三助理研究员 这一例本土个案让疫情再起 国外很严重 我蛮担心说如果台湾控制不好 看到他什么在金站出现过 所以还蛮危险的 坦言有担心 但本来就有规划来接种 毕竟先前预约不到 现在终于有得打 8点钟我就来了 我是本来都要打 之前预约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打到 刚好有经过 好不容易等到花博比较冷清 周四早上才不到200人接种 隔了一天到上午11点为止 已经有222人来施打 打气稍稍提升 但距离上午时段 500位名额还是有差距 多数民众还是因为北车人太多 才跑来打 不止民众傻眼 台北市长柯文哲 对用送礼券拼打气也不以为然 话虽如此 花博每天也备有一千份百元礼券 只是这打气过了一天半 成效还没涌现 今天的女性们无相三台北报道